很關心我們的乘務人員 突然邀請我們起床和他走 原來他要帶我們去一個可以打開車窗 拍照的車廂 不用隔著玻璃拍照 穿過山洞, 豁然開朗 其實去到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這輛火車速度明顯放慢了 為什麼要放慢呢? 不是因為他要過彎 而是令遊客可以有更多時間 欣賞沿途的美景 這裡真是美不勝修 沿途葬禮的山谷 在這段路程中最大的看頭 乘務人員特別提醒我們 這班列車會繞行這座山峰三個圈 可以由三個不同的高度 欣賞旁邊的鄉村景色 只要你隨便一拍 每張照片都美得好像明信片 瑞士真是不愧有世界公園的美語 現在我們的火車放慢了速度 然後我們進入一個隧道裡面 大概只有五到八公里左右 為什麼要降低速度呢? 最主要是看到牆上面有很多壁畫的 嚴格來說不是壁畫 其實它是用頭石的形式 聚述當時建造這個鐵路 那時候的歷史 這個鐵路建於1882年 用了十年時間堅成 對於當時來說 確實一點都不容易的 我們聽到現在十年感覺好像很長 但是要建造這樣的規模鐵路 的確是一項世界級的大工程 我覺得這個列車不單止可以看到沿途的風景 你還可以看到歷史 令你探索很多很多東西 真的非常精彩 不枉此行啊 好了 看完風景之後 我們繼續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些東西 其實在這輛火車呢 我就觀察到瑞士人他們搭車的時候非常之靜 車裡面呢 往往唯一的聲呢 其實都是來自於我們的 那其實搭這輛車的時候呢 我覺得整輛火車都好像瘋狂列車一樣 瘋狂的不是車的本身 而是我們啊 因為當你看到各種景色之後 我們都很興奮 而那種興奮 我們就是希望可以拍到給大家看 其實我覺得搭這輛火車 好像不是說很想說話那樣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一說話的時候 就很容易錯過你眼前的景色 真是非常可惜的 那所以呢 可以去理解為什麼當地人 他們會很安靜地搭火車 最主要是他們希望靜心一點 好好地欣賞面前的風景 穿過瓦爾比斯山脈一座座山頭和隧道之後 越來越接近南方和意大利的邊境 天氣也都越來越晴朗 我們一行人的心情也都隨之越來越溫暖 我們終於在太陽迎接底下抵達終點 現在來到這個城市就是盧家洛 是瑞士南方的城市 再過去少少就是意大利了 在我背後可以見到有盧家洛湖 終於被我們期盼到一個大晴天 所以我們的心情是非常興奮 抬頭望望的天有藍天白雲 雖然有少少烏雲感 而這些陰影的部分令整個城市 看起來特別有層次感 一會兒我們繼續會乘火車 雖然待會我們乘的火車是一般的列車 但是我都非常期待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列車即將通過世界上最長的隧道 好了還有20分鐘左右 所以趁著這個時間 我們都是繼續欣賞後面的美景 現在的時間是6點31分 我們剛剛已經妄盛盛盛入了世界上最長的隧道裏面 剛剛就很好玩 因為沿途很多小隧道 每一次入到隧道都會覺得 咦 是不是到了 結果都不是 還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真是入了這個隧道裏面 這條長達57公里的隧道 我們要用多少時間可以走完呢 其實現在繼續當中 我們說它是全世界最長的隧道 我們這樣定義是包括所有鐵路隧道 或者是公路隧道 真是一個壯舉來的 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建築 好 我們拭目期待 看看我們究竟要走多久 才可以重見天日 那麼非常以為是 我們至於それは 叫做五個月的世界